本周失投开会小冷盘 统一历年开幕首战先发阵容中 谁是开幕首战中最多次先发的球员 另外谁又是连续成为先发球员最多次的选手呢 今天的等等知识 大家就想想看吧 答案在节目最后公布 头头是到 Let's go 头头是到猛诗战爆 光头给你爆一爆 大家好 我光头了 欢迎来到头头是到 本周就要开打 我们头头是到先来看一下开幕这周 我们大同要如何应战这个新赛季 预测的话 还有战力的分析 我们会在主节目聊 这里我们就先发投手 后援投手 还有各个守备的位置 来聊聊看 我们本季的人选还有展望的表现 我聊的 这个是我觉得一定会有 在一军有所出赛 但是如果没有提到 应该是我忘记了 绝对不是我认为他不会上一军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 好不好 我们先从先发投手开始来聊戏 先发投手的话 五大先发应该不外乎就是 布雷克 古林 胡志伟 罗阳 柯里 那罗阳跟柯里这两位羊头 我认为如果在 刚开始我们 可能会把羊将 羊打者放在先发阵容的时候 那再加上原本我们这几位 羊头就比较晚来的情况下 所以像狮子谦 像江丞燕 甚至潘卫伦 了解 都会是先发投手的人选之一 那布雷克的话 我们先来聊聊 今年我认为他依然是王牌 在调整个两周之后吧 那我觉得应该是 还是可以衔接上我们先发轮值的角色 那但是因为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山羊头很早就底定了 也很早就进来这边做最后的调整 所以今年已经不像去年这么提早的调整 所以成绩要复制去年的 这个好成绩的话 我是觉得不是这么容易 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布雷克的表现 毕竟这几年不管他的控球 他的球数 那又有升高的优势 这样跟戴安的两个人搭配 相信我相信布雷克还是王牌的不二人选 那再来是古林 古林的话我觉得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拉长局数 而且希望可以 完完真的投完整个赛季 去年虽然是有完整赛季 但是中间还是有发生到一些 譬如说手指破皮的状况 那甚至在季后 有一点点疲劳的状况 或许说去年的赛季是比较拉长的 不过我还是期望今年 古林是可以把局数拉长 至少可以吃个六局整 可能平均到六点多局 甚至七局 展现他真的想要 接班我们统一王牌的气势 在胡志伟的话 去年下半季算是半季 算是一个小事身手的状况 所以今年的话 我们是还蛮看好他 因为往年来看 只要有2A以上的履历的表现的话 履历的资历的话 那在中指的话 应该成绩都不会太差 那去年下半季小事身手也是表现不错 那就期望今年 在未婚妻的加油下 那可以拿出王牌的气势 那开幕战也确定是由胡志伟会担任先发 所以我们就期盼他可以投出一个好成绩 那再来就是 狮子谦 江晨彦 还有潘卫伦 姚杰宏 这个应该会是其他这个本土先发的人选 甚至抢两个位置都有可能 那主要的话我认为还是各有各的要克服的地方 譬如说狮子谦 我上礼拜有提过嘛 就是说去年的后半季表现算非常的亮眼 那是不是能把这样的好手感 这样的投球自信心能够延续到今年的开季 那控球当然是他最重要的课题啦 那江晨彦也是啦 我认为控球也是他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基本上他的球数就是大概落在135到138中间 那如果有一个很不错的边面角的控球 那再加上他那一刻还是相当有杀伤力的需求 我相信江晨彦以一个左头的角色来看 也是能够吃下不少局数啦 那但是你的控球不好的时候浪费太多球数 自然而然可能只能投到第四局多 第五局 这样你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展现到最完整了 嘟嘟潘威伦的话 因为近年来老化的关系吧 这次的热身赛也有出来啦 大概球数也是降到大概135上下而已 那控球当然还是他最拿手的部分 但是因为你的球数已经开始降了很多了 所以变成直球的威力就相对的不够那么有优势 所以就变成说可能要多靠一些边边角角 那让打者打不好为主啦 那我们知道嘛 还差四胜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生涯的150胜 所以我们还是期望说 嘟嘟在接下来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啦 那尤杰宏的话去年有小事伸手啦 那我觉得是有竞争一军投手的机会 不过还是要多加努力啦 好那再来聊到后援投手部分 王牌救援我们的closer 依然会是我们的陈运文啦 那正军人的话 因为柄总有提到说 他的调整没有到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开季是不会带进我们的开季名单 不过依他这两年的中继表现 在第八局的表现 我相信等他调整好回来 应该还是可以非常有能力可以站稳这个位置的 那再来在热身赛大家看到非常惊艳的 也不能说非常惊艳啦 去年就已经去年季末 大家就已经有稍微注意到的刘雨晨 那也确定喔 会带入到开季名单了 丙总这边是希望他可以接下 正军人的第八局或者是说第七局的角色 那我也是期望说这三位喔 包括刘雨晨 包括正军人 包括陈运文 能够赶紧连线啦 那我帮他们取个任成文连线 任成文啦 正军人的人 刘雨晨的陈 那还有陈运文的文 就叫任成文连线 那希望这一季他们这个连线 能够把我们的七八九局 能够完美的封锁住啦 那再来的话就是 去年经验一整季的吴晨玉喔 表现相当出色 可惜今年好像 目前看起来调整也是 比较 进度比较没有赶上 他最主要的角色我认为还是在 比较偏长中季 或者是说 比较稍微落后 可能是落后一两分可以hold住的角色啦 那跟去年刘轩达两个 在这个长中季 牛棚长中季的角色 算是表现得非常好啦 那讲到刘轩达的话 就不得不提他下半球季的好表现喔 整个下半球季算是 我们正中牛棚里面最主要的阻力 几乎上还是不会失分 而且可以把局面hold的相当完美 而且出色 也是很好的一个stopper的人选 所以今年我是期望他还可以 还是可以维持去年手感 为我们的长中季啊 还有stopper这边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啦 那再来就是两位老将喔 王静敏跟邱浩军 那因为他们这几年都是算是 比较算是受伤的开季 那今年看起来这两位 目前是伤势比较好转 那就期望说能够靠他们经验 在刚刚我提到的 包括吴承玉 包括正军人 还没有办法补上的时候 能够补到这一块的 这个牛棚站立啦 那林子卫的话 原则上还是我们 目前整个牛棚里面 比较有威力的左手的角色 那当然 今年还是会带牛棚 担任一个主要的左手牛的部分啦 那一字排开来看起来就是 嗯我们左手牛确实缺少 所以对到 比较多左打者的打线的时候 就势必要有 另外一个角色是来可以 帮助到林子卫这边 那当然 江城峰的表现 击派江城峰的表现 当然就会是相当关键 那这几年他对左打的优 压制力 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啦 那就期望说他可以 继续发挥他这个 这颗变数球的威力啦 那至于 富鱼钢 是不期望他能够回到当年的 钢猛球术啦 但是至少 可以在牛棚这边有所贡献了 那至于去年 上半球季 算是出赛蛮多 蛮受重用的李其峰 去年坦白说啦 我认为就是一台发球机 上来几乎就是会被打 就是要看他去怎么突破了 那因为今年还有另外 别人可以竞争这些 牛棚角色啦 包括从乐天来的两位嘛 吴承哲跟江国谦 那这两位当年在乐天 虽然不是 吴承哲比较算是当年阻力 那后来受伤 江国谦虽然不是完全的阻力 可是也算是表现得蛮稳定的哦 所以李其峰如果要在 一军的角色能够站稳的话 势必要把他的整个控球 包括球威 那边边角角的这些稳定度 可以展现出来啦 那最后的话就是黄俊越南 因为目前他的伤势是好转的 不过因为 冰总是希望他可以完整的调整好 再来上场 所以他们是希望是今年的下半球季 看可不可以上场哦 好 讲完投手部分 我们就来从手背位置看啦 捕手部分 一号捕手还是林戴安 二号我相信还是虫羽的部分 之后包括郭俊伟 包括张兆元 包括柯宇明 我想应该都还会是在 第三号捕手啦 那我这边要提一下柯宇明 这个热身赛感觉他上场机会蛮多的 而且加上因应安可 因为受伤的关系 所以曾经有在热身赛看到 虫羽去守外野 这个或许是个还不错的调度 虽然我们的期望 还是等一下会提到这些 外野手可以接上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万一没有接散 或者做到一些临时的调动 或许虫羽拉去 诶 站带一下外野 那柯宇明 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三号捕手的替补人选啦 目前看起来他 不管是他的街球 不管是他的 挡球传球 都还是蛮有水准的 那至于张响的话 我认为今年要上来的 机率应该不大 除非是到季末啦 那让他可以上来体验看看 那因为我们在访问 刘宇成教练的时候有提到说 诶 张响应该会是 希望啦 说他可以培养好上来之后 可以是竞争新人王人选 那也就是期望说 如果是你这样的目标 即使让他上来观光一下 也不要超过这个新人王的资格啦 那就是说可以让他只是体验 那就下去这样子 好那再来一蕾手部分 当然我们今年签了罗萨啦 当然就是要补去年我们一蕾这边 火力的空缺 所以罗萨势必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啦 那至于他会待多久 因为大家如果有听这个预测的部分 各队只要有羊炮的 我们主持人都会问说 诶 你觉得你的羊炮会待多久 那我认为罗萨的部分 如果我们有机会闯进这个 啊 第一个 第一个 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的奔鲁先发 能够表现不错 能够撑住 那让其他三位羊头可以 选二的做轮替的状况下 罗萨应该会待的蛮久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闯进了季后赛 那这个时候 罗萨会不会带进去 就有关到831的期限的时候 罗萨会不会带进去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季后赛 投手是非常重要的啦 那如果我们三个羊头 又可以表现得相当出色 如果我们在季后赛 就会有比较优势啦 所以我认为罗萨 是极有可能可以带到至少831啦 那至于831后 就是来看 不管是本土投手表现 不管是羊头表现 甚至是未来战局 再来看啦 那另外的话 一类部分 包括去年队长吴杰瑞 那包括 商业付出的潘杰凯 都是会上一军的角色啦 那另外的话 姚雨祥在 这个热身赛表现不错 我认为是有可能会在 开季带上名单的 甚至是也有可能会在 第一场就战杀开幕先发啦 那至于和恒佑的部分 我是觉得他今年一样啦 有机会上来 但是应该还是一样是观光的角色啦 那再来二类就没有别的人选了 就是我们的村长林敬凯啦 那这个投打居家啦 至于 还是期望他可以 展现去年的稳定度啦 因为从新人季表现不错 之后第二年 表现的还算普普 就是打击也没有展现的很好 到了去年就比较不一样了 所以能够维持这个手感 成为所谓的联盟第一的二类手 这个今年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至于三类手部分 看起来就是拥击富林跟林子豪 三个人在轮替了 所以谁能够把整个打击稳定度展现出来 我相信就是站稳三类的不二人选啦 那至于一类部分 拥击跟富林也是可以去支援啦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灵活调动的部分了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最伤的 最痛的部分 就是游击部分啦 在这个杨俊祥受伤 春训的时候受伤之后 那再加上竹节 有这个右肩夹击的问题 不过在热身赛最后一场他也有上场了 所以看起来 教练团评估是应该可以上场的 所以他应该还是所谓的 游击手的第一人选啦 至于重庭 当然还是 手中才打击啦 但是还是希望他的 手背能够稳定度再提升 如果可以提升 或许 阻结就不是这么有优势 可以一直站在先发位置 那再加上 像许哲燕这个热身赛首登场 让我们非常惊讶的 谢修全 这个都是有可能上来人选啦 那也期望他们在上场的时候可以好好把握机会 因为我我认为是这样啦 就是说这个位置在同意已经相对不稳定了 所以你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手背都很容易被放大检视 所以像谢修全这样的就会变成压力会很大 所以大家就是上来的时候你就自己要好好把握机会啦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外野手部分啦 外野手的话三鬼当然先发人选啦 那因为安可的话 骨折的关系 所以会修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那不过 好消息是智杰看起来在热身赛 常打的火力有恢复 那就期望他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年整个赛季了 那至于胡金龙部分我之前有提过 他可能就会是在左外野部分出赛跟DH出赛啦 那因为他有一场热身赛 接完球传完球之后 下一局就下去了 我是不清楚有没有受伤 那就期望不要受伤 如果没有受伤的情况下 我相信胡金龙打起大家应该是有看到啦 整个手感还是相当的出色 所以就是期望说他的这个 成绩能够继续复制下去啦 那外野手的部分 因为安可的受伤 所以右外野甚至就是空出了一个位置啦 所以包括施冠宇包括李承林包括罗伟杰 郑凯文邱志诚都是竞争人选 那施冠宇我有提过嘛 整个打击稳定度还不错 只要守备能够中规中矩 我相信应该是目前这个位置的领先者啦 在这个热身赛的时候也有看到邱志诚 也是表现不错哦 尤其是他的速度 他的一些进攻手段 甚至到守备都算是相当稳定哦 算是在张伟胜受伤的情况下 是一个很好的替补人选 那另外林俊翰的话 应该还是着重在他的选球跟打击啊 如果这两个能够发挥的话 我相信他也是有机会可以上场的 那至于几位包括罗郭龙包括江亮伟 那受伤的张伟胜跟唐帅 我是觉得今年就要好好加油了 张伟胜的话应该是下半季 看有没有机会回来啦 好那最后就DH DH应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包括佣姬 包括罗萨 包括傅林 都是有可能 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外野手的部分 也有可能去轮替 包括胡志伟 都是有可能去轮替的 那最后 当然还有我们的坚韧打击教练潘虎雄 也是一个这个DH的人选 好那就期望说这个新赛季 我们这些球员 老中青三代可以好好加油了 在新赛季能够打出一个 让我们失明再次感动的球季 那我们来到这个失列战场 这周开始就是所谓的开幕周 加上廉价了 所以除了第一站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对上的中兴兄弟之外 4月3号到4月5号就是回到台南了 也就是本季的第一个主题日 大圣失吼同乐会 那除了主题的游乐区外 这三个都会和 这三场都会和乐高合作 所以当天会 震受这个乐高同万节的体验相关好礼 所以每天下午2点要记得哦 大家要到现场去看球的人 下午2点要记得去领取这个 乐高同万节的游戏 好那休两天之后 4月9号到晨星湖会跟乐天打开场 接着4月11号礼拜天就直接会北上 到新庄跟棒棒对战 那这场的话 大家要注意哦 这场是下午的2点的比赛 所以要去看的失明 就尤其是北施啊 不要忘记哦 这是下午2点的比赛 那也不要忘记要防晒哦 虽然这几天我们录音这几天是比较凉嘛 不过到4月11号的话 可能开始天气就会慢慢转热了 所以大家防晒一定要做好哦 下周一的节目我们就顺言一周啦 因为想说这个是廉价还有比赛 所以第一周的赛事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更新最新的一集的偷偷吃到啦 好那就来解答本周师头开会小冷盘啦 同一年以来开幕首战的先发阵容中 谁是开幕首战中最多次先发的选手 那谁又是连续成为先发球员最多次的选手 那我们先讲先发最多次的先发球员 是潘伍雄的14次 他是从2006到2009总共有14次 那高国庆跟罗敏星各有13次 那至于连续成为先发最多的选手 就刚才也有提到啦 他可是2006到2019 他是连续的14次 14年都是开幕战的先发选手 那只是他不只只有一个首位 06年右外野 07到08是左外野 09年又回到右外野 10年左外野 11年到12年是DH 13到16年又到了左外野 17年到19年又打DH 那罗敏星的话是连续12年排名第二 那大部分都DH 不过他特别 还有他12年来是连续10次DH 就隔一年 有一年会去守了一蕾守 后来再回到了DH 这个比较特别 他也不是连续位置都是DH 这个让人家比较压抑 有一年他是守一蕾守 好啦 这集节目的这周六 就是我们的开幕赛啦 那我们大叔这边也会举办开幕趴嘛 那也很高兴啦也额满了 那就看看这次整个直播趴的情况如何 如果不错 那就希望不管是季末 或者是说明年的开幕战 或者是说接下来有WBC的一些赛事 我们也可以一起做直播的 大家一起同乐的活动啦 好吧 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各位拜拜 Big Win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Lalala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